所謂的 B1 零件包 B1 零件包裡面呢 可以有所謂的傳動軸的部分 在外包裝上面 他曾經提到說 我們可以去買這種 算是升級的套件 他總共有買了兩套 我們與原本他裡面所附的 我們來稍稍做一點比較 那他們原廠是講說 這一包裡面 這個顏色比較黑的傳動軸部分 那我把它打開來一下 這是顏色比較黑的傳動軸部分 就是那個輪 那個輪子那邊的軸 這個我不太會講 輪軸那邊在轉動的部分 黑色這個是他們講說是加硬的 也就是說 它這是 材質比較硬的那一種 然後 另外這邊這一包的話是 它裡面有這種 另外一種顏色比較淺 另外這一包顏色它比較淺 另外這一包這個顏色比較淺 所以看起來 它是說這是普通的 那與我們那種 整個 這是 升級套件 我們把升級套件的部分 我們把它打開看一下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 就可以發現到說 它 三種 它三種不同的樣子 OK 這樣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樣子三種不同的樣式 那這個的話 這是升級套件 那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到說 它這邊的軸 這邊的 這邊的 這邊的寬度 它比較窄 這個原本的它比較寬 那這樣子會有一個 他們在網路上的話 他們有人做過一個 一個影片的比較 就是 我們這個的角度 它旋轉角度比較大 因為這個軸 它差比較裡面 就是我們有所謂的狗骨頭 OK 我拿一隻 這邊我拿一隻狗骨頭出來 喔 這邊我拿一隻狗骨頭出來 OK 這個狗骨頭進去這邊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 如果它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它套 它套得非常裡面的話 這個狗骨頭套進去非常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個的角 這個的 這個角度大概只有 就這樣子 這個角度 那也就是說 這邊這個長度越長的話 它會影響到它整個的行程 那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比較短一點 它這個旋轉的角度會比較大 那因為這是原廠的 已經套不進去 就非得要用它們這個 升級的東西 OK 那 那 原廠這個 原本它所附的這個 黑色這個呢 呃 因為我是打算做所謂的4WS 所以升級的這個 因為它的活動度比較好 也就是說它這個轉 它這個轉軸的活動度比較好 這轉軸的活動度比較好 我把它放在那個 前輪 前輪跟後輪的部分 前輪跟後輪 因為我們前輪後輪都必須要轉向 然後 中間這個原本 它這個比較硬的 這個就放在正中間 因為它只需要上下的行程 它不用旋轉那個輪 就是輪胎 所以我們買兩包到時候 呃 升級版的就裝在前 前兩輪跟後兩輪 然後原本我們就裝在正中間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是把 這個組裝起來 OK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組裝 因為我們把兩包都拆開了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 預計要組裝四支 那 它裡面也有這個是所謂 剛剛我們有 就在組裝的時候 我們有遇到這個 所謂的那種高濃度的油 那我們剛才有 這邊剩下一點點 我們把剩下這一點點用完 我們再來開新的 這樣就避免浪費 所以 那 這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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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把這個 塗好油 把中間這個塞進去 這個頭要塞進去 這個頭要塞進去 先把裡面裝 先把裡面裝 先轉一圈 我們先稍微順一下 對 OK 好 先把第一支進去 再鎖第二支 我們三支 我們三支分別都插進去之後 然後就要鎖這個 指附螺絲 鎖著指附螺絲 鎖著指附螺絲 那這個指附螺絲的話 它 它有說要上一點膠 它說要上一點膠去把它做鎖固的動作 OK 不過它旁邊現在這邊都是油 那指附螺絲可能不太好 去鎖進去 然後拿出我們這個膠水一點點 講真的我真的不太喜歡用這個膠水 因為它這個膠水 不是很好控制 你看 它就是這樣子亂流 亂流一通 如果不小心滴到裡面的話 就毀了 它現在還在滴 現在還在滴 它這個不是很好用 這個 不是很好用 不喜歡 以後這個牌子的 就是這個型號的那個 不要用 發現到不好用 OK 好 這樣子我們 稍微轉一下下 讓這個油 好 這樣一隻OK了 我們再換下一隻 好 這樣就完成我們四隻的組裝 剛好我們這個油 剛好也都沒有浪費掉 然後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用這個海綿去當那個緩衝 環管再調整 像這種橡膠 橡胶 去做緩衝 把它不太一樣 沒關係 反正 這個是我們到時候都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這樣就完成我們 這個Options的一個 就是升級組件 好 這個狗骨頭 不錯 轉動軸的部分 G." 感谢观看